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木雕等一共展出45件作品 其中参与展出的习义大师陈万能 他本身出身习气世家 14岁跟随父亲陈涛承习古法学习传统习义 24岁开始融合西洋技法进行习义创新 改造平面龙竹为立体龙处 这次除了首度公开展出一丈的作品之外 还有和儿子一起创作的官将手和彩凤等作品 都是运用多媒体媒财进行创作的作品 很多我们一直在创新 我们是保留传统一直在创新 像目前这个牡丹凤 以前我们做的都是纯席 现在有多媒财 青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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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发廊器 这是我们一直在创新的 像那个官将手 那这些作品难度都很高 尤其工作天也蛮长 所以都我跟我的儿子合作 一定要合作 所以这款文件细腻的文件 有的适合我多 有的适合他们年轻人这样子做 所以不是说我作品没有什么说 满意不满意 又就是每一件都满意 不然就是每一件都不满意 因为属于艺术品来讲 这是两极化 所以我最主要就是说观众 就是我的评审 除了陈万能大师之外 现场还有展出鹿港小溪天神像雕刻铺 第五代传人吴青坡 和有鹿港神刀之称 诗里的传人 诗志辉等人的作品 作品种类相当多元 展出日期从今日起 一直到5月16日为止 欢迎有兴趣民众 踊跃前往观赏 建访発 写�ation